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引擎上限是255个 除非你有精力去自己制作整合包 但是我这边呢就暂时没有这个精力去搞 所以我就把这个帽的很很难很难的缩到了255个 但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满载的辐车斯加载啊 还是很慢的 包括这个右下角呢 还有一个这个12点23就是我现在的当地时间 我们安了一个这样的插件 比赛斯大游戏工作室呈现 Fallout 4 辐射4 是 我国家的主义 国家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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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 我大库的大库 這個台詞都快背出了 哈哈哈哈 Miraculous happen Something miraculous happen We began to use atomic energy not as a weapon But as a nearly limitless source of power People enjoyed luxuries once thought the realm of science fiction Domestic robots Fusion powered cars Portable computers But then in the 21st century People awoke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Years of consumption led to shortages of every major resources The entire world unraveled Peace Became a distant memory It is now the year 2077 We stand on the brink of total war And I am afraid For myself For myself For my wife And my infant son Because if my time in the army taught me one thing Is that war? War never changes War never changes War never changes You're gonna knock him dead at the veteran's hall tonight, hon You think? Absolutely Now get ready and stop hogging the mirror Right Well, I'm sure I am not a knight So, this is not a knight We are a very young man We are a very young man Very young, right? Although, this young man This young man represents 17 years But he looks very young He looks like 13, 14 So, we have to be replaced We have to use this We have to use this You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is man is very strange But because we didn't have to use caste 所以它看起来非常奇怪 OK我们继续设定 首先我们要把皮肤改成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把这个皮肤改成比较 Smooth 这样子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些地方 其他这些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之前已经捏好了 为什么捏好了 因为我想帮大家省个时间 我不想在这里捏半天人 那么所以这个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 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设置一下身体 我想让它偏瘦 但是呢 在肺处里需要一点壮 但是不要太壮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脖子有问题 因为我没有设置种族 目前这个先这样 OK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确认角色 完美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可以开始这个 设定一下种族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脖子有问题 我们打开控制台 写上这个 player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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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给的这个控制台指令 是什么 你这个地方的网有点差劲 这个 这个 ok 我找到他给的指令是 哦 我们多加了个点啊 是这样 是player 点 sit race hc 是这样子 这脖子 这脖子怎么好像还是没有好 算了 以后我们带围巾啊 以后我们带围巾 我们就不管这个 对吧 以后我们带围巾 那注意大家 我这个是打了enb的 这个enb 现在效果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实际上 大家看这个景深呢 那效果这个反光这个镜子上面这些反光啊 做的都特别的好 实际上 然后我们现在设备是gtx106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设置一下冒的需要设置的冒的有什么 首先是这个 呃变脏 这个冒的的意思是呢 我们如果长时间在外面我们就会变脏 然后我们需要洗澡 如果不洗澡的话 我就会有负面效果 我刚才设置的是同伴 同伴我就不让他们有变脏效果了 因为同伴太麻烦了 就就我一个就够了 那么这个是这个呃 呃 BBBB BB平板 为什么用BB平板呢 首先我们把BB平板设置为一个戒指页面 啊 我们用不要戒指 戒指页面 为什么要BB平板呢 是因为呃 我们后面有一些装甲帽的 他会把手上的这个BB小子给遮掉 那遮掉的话就不太好用 所以我们用一个平板来代替这边是这个调整玩家声音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角色 我们选到这个年轻 就是介于青少年和这个中年之间的这个年轻成年人 大概是十七十八岁 这样子 然后把他的这个稍微微调一下 OK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 会变得比较年轻 大家可以听一下 所以这个效果还不错的 否则这个声音很出戏 那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模拟聚落 但是模拟聚落我们先不进行设置 因为他的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survival option这里要设置 首先我们要启用快速旅行 因为我之前其实玩过一档完全生存 我是受不了了 我是真的受不了 没有快速旅行这个设定 因为有些通马桶任务呢 这个真的不行 就算我现在不仅用了通马桶任务 我有时候想回去看一眼都不行 所以这个非常反弱 其他我们都不动 我想保持这个难度 因为这边睡觉的话 好我想把sleeping bag也换成matrix 否则这个太烦然了 为什么睡袋的效果那么差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战斗这边 我想把那个造成的伤害和收到的伤害 调成一致的 否则这样感觉对我不公平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save 就是快速保存的功能 这个是很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我一直觉得很需要 我们设置成等于号 然后这个快速设置成减号 然后把这些自动存档呢 让它和普通的一样打开 这边自动存档设置成五分钟吧 OK 然后我们继续看到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survival static widget 是这个 是这个生存需求 我们不需要这个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 我们 我们把它变得小就这样啊 就这样就这样 OK 然后把它放在哪里是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对吧 这个 这个现在还不让调整啊 因为我用手柄 它居然不让我调整 这个非常的奇葩 那我先就不调整 先就这样 好 那么刚才稍微处理一点事情 我们现在回来继续 首先我们的mod设置已经完成了 对吧 我们设置一下自动保存 我点这个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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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 自动存档中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收到了一大堆 这个电台的信号 因为呢我装了很多的剧情mod OK 我们现在出去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老婆并不是我的老婆 我不认识她 我是谁我都不知道啊 不是我是谁我还是知道 但这个老婆我不认识她 刚才那段开场动画呢 也不是我的回忆 只是我在做梦 因为只要我走出这个门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哎你发现这 这不是你的现实 这是个梦吗 还是一个记忆 我选择 对我来说这个是梦 我需要醒过来 你上一件事情 你记得你之前在做什么 我记得我之前在联邦 就是停下来休息一下 那么你在睡梦中思考人生 首先什么让我们变的special OK 我们开始填这个注册表单 首先我的名字又填我自己的英文名 Steven OK 然后这个我是想按照这个我现实来填 我们这一次不走什么流派 因为这个游戏 我毕竟已经玩过五个周末 八百个小时了 所以不想走特别的流派 就想按自己的来填废图 那如果按我自己的属性 我其实力气不大 所以我们把力气调到二 我耐力呢也不咋地 所以我也把耐力调到二 之前运气呢更不怎么低 运气我们直接调到一啊 真的运气实在是不行 那敏捷 敏捷可以调一点啊 我觉得敏捷还叫正常 智力 我个人认为还不错 对不对 魅力的话 这个魅力高一点不挺好 我现实对吧 感知OK 那我们大概这个这个加点啊 就这样接受 然后我的特殊天赋是什么 大家注意这个天赋系统 就像当年新维加斯和新维加斯里面 那个样子天赋 首先按照也是这个天赋 也是按照我自己来定 首先我确实很喜欢早起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在六点到十二点之间 每个special属性加二 但是在六点 在下午六点和早上六点之间 每个属性减一 这就是我 第二个属性 我们要选择的是这个 啊好心肠 那么好心肠是人 人们啊 百分之二十更容易这个 说服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更好 但是我造成的伤害减少百分之十五 那我也是那种和平主义者 性子比较和气 所以这个也是我 那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小身板 我这个长得也不是很高 也不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适合我的 那我们选择这个永久属性是加两点 加两点敏捷 但是我的肢体百分之二十更容易残疾 而且注意这里的残疾已经不是打一针预防针能解决的 我打了一个冒的是我残疾了必须要用手术手术甲板才能修复残疾之体 所以这个是很致命的不过依然这现实力我既然身材就不大 那么我就用这个 OK这些就是我觉得符合我的我选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 那我是谁呢 我给自己一个定义 我们是史族的特工 史族史族是谁 史族是辐射2里面那个掌管 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的一个中国的势力 这个势力是以前中国海军那个潜艇 然后在核爆爆发以后呢 就是用潜艇的部件构建了一个城市 然后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史皇帝 那么我们就是史族的一个特工 我们获得了这关于东海岸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组织 叫学院的传闻 于是组织派我前来调查 于是我横传了整个美国经历了几年 然后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到达了这个波士顿 然后我现在是一路乔装打扮 因为我不想被人认出来 因为我们是一个潜伏的侦察任务 那么说到侦察任务 所以我的定位是一个侦察兵 I'm a scout OK 然后那我在哪呢 我在刚刚进入联邦 那刚刚进入联邦 我其实是和一帮子土匪在一块 因为我伪装成他们的其中一份子 然后和他们总算进入联邦 那这个时候总部告诉我 我进入联邦之后的任务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选择这个时候 正式退去伪装 先把这个土匪帮子击毙 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这个地区 找到安身之处 第二任务是和中国的参与部队取得联系 第三任务是调查学院传闻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build 我们的一个角色定义 那我身上有什么呢 由于我是特工 我有的东西还挺多的 那么我知道什么呢 由于我是特工 虽然特工按理说比较强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从很多集开始 但是我不想太破坏游戏平衡 我们从十集开始 这样我们能有一些 基本的改造武器的装备 OK 然后我们的角色定义完成 可以开始了 又是一次加载啊 所以大家听了我刚才介绍 应该知道我们这一次playthrough 我们这一次游玩过程是 我是中国潜艇的后代的始祖手下的一个特工 那么一个很年轻的特工 因为他们不想选这种凶神恶煞的佣兵 这样被人认出来 或者说你这个人长成这样 你是来干嘛的 但是如果他们派一个孩子过去 这个孩子曾经有惊人天赋 但是他长的毕竟只是像个孩子 所以他出去应该不会引起什么注意 而且呢大部分人 就算是大部分匪徒也不会 对孩子起歹心 所以他能规避大部分的危险啊 甚至有些匪徒还会认为他是新鲜血月 因为他是孩子 所以会更信任他 那么我们就我们的始祖 就是利用这一点 将我作为特工派了出来 所以啊 我们现在等会即将就在这个匪徒营地醒来 而今天就是我们开始正式任务的时候 这个夹子还是挺慢的啊 我预感要好 哎 你看我这个预感的准备 这个预感太多 OK 首先现在帧数有点低 所以我们先等一下 稍微等这一段战斗过去 我们需要 呃 哎呦 怎么一上来就有敌人呢 你将会有敌人呢 你怎么还没 Until 下 pa 我 再满 到 还是我们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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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太好 这个就非常尴尬 我本来想进去调一下EMV设置的 因为我记得以前它不会直接打的 因为这次直接就可以打了 不合理 呦 这不是友好的吗 为什么打我呀 怎么搞的啊 这不是友好的吗 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一下 刚才那只狗 真的奇怪 这狗倒是被干 这是狂暴验术 OK我不管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身上的装备 首先我们先这个决定一下装备 OK 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激活了一大堆的我装的帽的人物 你先把这些装备一下 因为一开局就残疾太难了 一开局就残疾这个影响太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残疾刚才也说过 它不是治疗症就能恢复了 所以 首先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安身立足点调查该地区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是超越时空 out of time 我们看一下地图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以后 我们来快速存档一下 接着我们来调一下这个EMB 因为我不想让EMB这么的 怎么说呢 这么的这个卡 首先我们打开end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些设置 炸炸炸啦 炸炸啦 炸炸啦 炸 炸谁呢 这帮遛多者机器 我先陪他们打一会儿 炸谁呢 我油炸大哥 全是满 虽然这个现在的帧数 帧数还行 但是我还是要改一下 这帮人不要烦我 就是 这个菜单咋用 我现在非常疑惑 菜单怎么用 看不太懂 很尴尬 不是按这个 我们可以关闭景深 来看一下关闭景深 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找一个地方 如果不关闭景深 有啥区别 OK这样我们就看出来了 是这样子 是不是需要鼠标的支援 哦是是需要鼠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先看一下引擎 全球memory这边看一下这个limit我们设置到6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剩下的这些效果 我们把第一条的shadow关掉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 很好 很好性的 哎哟 啥的啦 这个 shader perimeter 我们apply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帧数怎么样 那帧数没有多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说明我们这个改的太少了 东西 我们把这个SSAO关掉 关掉的话画面会太深 bloom adaption 好像有了adaption以后这个画面会很 会很暗 skylighting detailed shadow 怎么又把detailedshadow关了 开了刚才 开这个的话好奇怪 还是不开 这样 这我不是关了吗 谁又又又给我开了呢 ok我们就先这样子 我觉得还行吗 这tack到当中为什么打我 好奇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武器 收起武器有三个选项 一是拿起来 然后先收武器是把这个遮下去 再按一下才是这个回复 ok我们先拿他们一点东西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启程了 但是在这之前我需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要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要先退出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角色刚才脸出了问题 就这个脸的问题啊 我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这是一种新的这个死亡爪 他叫好吧 刚才介绍也介绍消失了 然后我们点一个读取 再进去 这样子脸的问题就会恢复 不等我需要用一下这个黑边呢 因为我这边这个屏幕 屏幕分辨率有点问题 有的时候如果你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辐射4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我刚才这些设置 就是你需要先整合帽的排除冲突 然后你进到游戏里还要开始进行设置 然后才能一块的游玩 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话 你能玩到一块非常非常好的游戏 前无故人后无来者 你慢慢手工打造的游戏啊 如果你有帽子的这个技术 你才能真的说是手工打造 这个是你拿来别人的插件 然后手工把它们组合起来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可以说是我们的游戏 如果有点兴趣的游戏 我可以说是你拿来再一个游戏 但我可以说是你拿来 你拿来再一个游戏 OK我们中心进来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 屏幕分辨率的问题 首先我们还是要打开EMB的菜单 然后在这个地方找到 等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